Hello 大家好 我是Tony 最近在群里面看到有不少的这个网友聊到这个 苹果的这个iOS设备上面的这个iCloud 跟这个云上贵族的这个关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云上贵族 就是云上贵族是国内的一个 一个数据数据中心来的 一个大数据中心就在位贵族那边 就是不少的高科技这个公司呢 都把他们的那个数据中心呢 放到那个贵族的有个地区叫云上贵族 那个就是那里面呢就是有个数据中心 就包括很多大公司呢 有英特尔啊 苹果啊 还有腾讯啊 阿里巴巴等等 这些大公司 他们的这个云计算的这个服务器呢 大部分都是放到这个云上贵族那个地方 所以那里是一个数据中心来的 然后这个苹果的iCloud呢 从去年开始 2018年开始呢 就把他这个苹果的这个数据中心 就是所有的这个iOS设备在国内这边的 那个iCloud的数据都储存在云上贵族那个 数据中心里面去 然后群里面的朋友呢就聊到就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这个使用的这个 即使通信工具还有社交软件的这些工具 比如我手机上也装有这个目前来说最流行的这个 常用的几种这个这个社交软件的即使通信工具 其中一个是这个WhatsApp 你看就我手机上都装有这个四种 第一个是WhatsApp 第二个是Telegram 第三个是国内的QQ 另外一个是QQ 另外一个是微信 目前我最常用的也是也是这几种这个即使通信工具 然后这个QQ跟微信呢都是属于腾讯公司出品的这个即使通信工具 它也是大家都知道它也是在CCP的掌控之下的 然后这个WhatsApp跟Telegram就是国外的这个国外的公司这个出品的这个即使通信工具 然后这个其中这个QQ跟跟这个微信呢就不用说了 大家都知道它的情况了 然后现在我们主要就看一下这个WhatsApp跟这个Telegram WhatsApp跟Telegram就是群里面的朋友呢就是谈到这个WhatsApp跟Telegram 然后以在苹果的iOS设备上面有可能这个会跟这个iCloud的数据储存呢有关联 然后我自己查证了一下就是这个WhatsApp呢跟Telegram呢确实呢跟这个苹果设备上的这个iCloud这个服务呢它有个有个关联 它关联的地方是在哪里呢主要是它的这个数据的备份数据的备份呢有一个机制就是比如我们现在打开这个打开这个WhatsApp 我们打开这个WhatsApp呢打开这个WhatsApp呢就可以看到在WhatsApp的这个这个设置菜单显向里面呢你点进去 就可以看到有个对发备份 对发备份呢你点进去看一下啊 它这里就提示说你这个WhatsApp里面的所有的聊天记录就可以通过这个苹果的iOS设备 比如iPad或者iPhone呢就是把它这个聊天记录以及这个媒体呢就比如你的照片或者你发的视频 然后你所有的聊天记录都通过这个iCloud来备份到云丹的服务器上面看到没有 通过这个iCloud备份到这个iCloud上面就方便你下次呢比如你换手机啊或者换其他这个设备的时候 然后你通过这个WhatsApp的iCloud的备份可以快速的这个备复你之前的这个聊天记录跟这个所有的这个媒体的文件 但是现在就是群友们担心的是就是他这个iCloud呢就是很有可能是储存在这个云上贵州的这个数据中心就那边去 然后云上贵州呢是目前呢是苹果完全把这个数据中心呢交给了这个云上中心的一家公司在管控 然后这家公司呢是是完全是在CCP的转控之下的 所以有一些有些网友呢就觉得这个对隐私来说不太好 然后就有点担心这个数据呢会不会被被解体啊或者被这个 这个某一天被他这个数据呢被他呃呃把他倒出来啊查看之类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 Telegram也是 Telegram呢 另外一个就是最长的这个Telegram呢 然后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个Telegram呢 这个他的一些发展历史 从这个网上的这个以往报道的新闻来看 就是Telegram他最初是诞生这个俄罗斯嘛 那俄罗斯呢他比如这里有一则报道是2018年的 就是俄罗斯政府呢他要求这个Telegram交出他这个加密的这个密 这个密钥但是呢这个Telegram呢他就试图阻止这个俄罗斯的安全机构获得这个密钥来访问这个用户的数据 因为他这个俄罗斯联邦安全机呢要求这个Telegram共享他这个密钥 如果这个密钥一旦被获得的话他就可以就是获取这个用户的所有的聊天记录嘛 就是比如他聊天记录是加密的状态 然后通过他这个密钥的话就可以解密嘛 然后他就是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就可以获得这个所有的这个聊天记录 但是呢这个Telegram公司呢就是还是蛮坚强的 看Telegram他以往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诞生的这个经历也是知道的 因为Telegram他也是以安全著称的嘛 然后对于用户的隐私来说他也是也是比较捍卫这个用户的隐私的 你看 Telegram就捍卫用户的自由跟隐私 但是呢就是当即呢他说要求这个消息服务商向当即呢提供提供方法来解密这个用户的通信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一个要求嘛 就政府前层面来说 它是有这样的这个要求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你看这个Telegram公司呢 他是季节向这个这个俄罗斯提供这个密钥 但是呢他被要求要交出这些密钥 就是可能遭到这个屏蔽 但是Telegram公司呢就是说 他这个没法没办法交出这个加密的消息 你普通的聊天的这个是储存在这个云端的服务机上 聊天的用户的数据是被分开储存 不会储存在某一个处 而且还听过呢这个私密对话的功能 所以他这个Telegram的这个对这个对话的这个加密的机制呢 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 但是他是当即的政府就是说危险 如果不交出这个密钥来就是说要把这个Telegram进行屏蔽嘛 再看一下下载的下载 你看他这里就说俄罗斯准备屏蔽这个Telegram的 就2018年4月7号的这个报道 然后Telegram就是说季节交出这个加密的这个密钥 然后这个俄罗斯的当局呢就准备在境内屏蔽这个Telegram 然后这则罢了也提到了在中国呢 这个Telegram已经是完全被屏蔽了 所以国内的话你是用不了这个Telegram的这个 这个即时通信的这个软件的 默认是要通过这个翻墙或者科学上网才能使用这个Telegram的 但是这个Telegram的公司呢也是蛮强悍的 就是他也是以尊重用户的隐私为由季节交出这个密钥 所以他就没有把这个密钥交给这个俄罗斯当局的这个政府 再来看一下 所以最后呢这个俄罗斯当局呢就就裁定要屏蔽这个Telegram这个 这个即时通信的这个软件 因为他季节交出他这个共享密钥嘛 他季节交出这个密钥 然后他就裁定他败诉 他不交出密钥来就直接把他这个就是法庭呢就要求要屏蔽这个Telegram 所以Telegram在俄罗斯当局 所以俄罗斯境内呢估计也是用不了的 你不不通过这个特殊的这个上网的方法的话也是用不了的 因为他是也是被当局境内屏蔽了 再来看一下 就是俄罗斯当局呢他为了封锁这个Telegram 屏蔽了你看一百多万的这个阿玛逊和谷歌这个IP地址 为什么才屏蔽这个Telegram要同时要屏蔽阿玛逊呢跟谷歌呢 因为Telegram他的很多服务器呢是位于这个阿玛逊的云单 服务器跟谷歌云单的这个服务器上面的 所以他不得不把这些阿玛逊的很多IP地址跟这个谷歌的IP地址 就是这些IP多案码都把它这个屏蔽掉了 你看他下令在俄罗斯境内屏蔽特个人的服务 所以看这些以往的这个报道的消息呢 就知道这个Telegram呢在不少的这个当局的政府呢是很多受到这个管制的 但是Telegram也是蛮强悍的因为他的诞生之初呢就跟这些这些墙前的一些管控呢做一些较劲吧 然后所以这个目前来说这个即使通信比如这个QQ阿微信阿 还有这个WhatsApp阿特个人呢我认为这个WhatsApp跟特个人呢 这在对于这个用户的隐私跟通信安全方面做的 是比其他软件要好得多的 现在再返回来看一下这个苹果IOS设备上面的这个比如这个WhatsApp 打开这个WhatsApp可以看到这个刚才提到这个对话备份呢 如果你担心你这个聊天记录就是被这个苹果的IOS设备自动备份到这个 这个什么员上柜就是他们这个数据库中心里面去 那你可以把这个WhatsApp里面的这个自动备份的这个功能呢把它关掉 就是你把这个对话备份的这个功能呢不启用 你直接把它关掉就可以了 然后类似的这个Telegram也是 但是在Telegram里面呢它有个隐私跟安全这个现象嘛 看到没有中间这个地方隐私跟安全这里 你点进去看一下 就是说它目前来说它这个Telegram的所有的聊天记录呢 它不是直接备份到这个这个这个苹果的iCloud 云当的这个服务器上面 它是储存在Telegram的自己的这个云当服务器上面 但是呢这个苹果的IOS设备呢 会把一些这个Telegram的设置呢 一个相关的一些访问的权限呢 也会备份到这个iCloud的这个云当的服务器上 那它这个iCloud的云当服务器呢 有可能位于世界各地不同的这个数据中心嘛 然后其中国内这个国内的这个就是被分到这个云上柜种 云上柜种那个大数据中心那里面 然后看一下Telegram它这个设置显像里面 关于安全之以下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几种设置来加强它的安全性 比如第一个显像就是Password跟这个Touch ID嘛 就是你默认这个Token登录呢 只是绑定了你的这个手机手机号码 通过手机号码接收这个验证码来登录就可以了 它默认是没有启用这个密码加密的 然后你打开这个安全显像呢 就是说Train这个Password on 然后你就可以启用这个密码或者这个加密的这个手势来登录 而且它还有一个显像是这个Touch ID嘛 Touch ID就是启用这个苹果的这个指纹的这个Touch ID 通过指纹的加密来解锁或者登录这个Telegram 然后第一个显像呢就是两部验证 两部验证呢也是加强你这个Telegram的这个安全性的 就是你启用了这个两部验证的之后呢 你每次打开这个Telegram或者重新登录这个Telegram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发这个短消息到你这个已经登录的这个Telegram的设备 或者到你的这个手机短信里面去 你获取到相对应的这个验证码之后呢 才能才能进行在新设备里面登录了 然后第三个就是活动的这个这个事件 就是你点进去可以看到就是你以往在哪些设备上 或者电脑上啊或者这个平板电脑上啊或者你安卓手机上 或者iOS的手机上面登录的记录 如果你觉得某些设备你是有可疑或者不信任的吧 你那你就直接把它注销了 这样子它的这个账号就会从以往登录过那个把它退出来 这样子就大大加强了你使用这个Telegram的安全性了 好接下来我们看反飞到这个iPhone手机里面的这个设置 iPhone手机里面的设置呢 其中有一个是这个iCloud的显像了 点进去看一下 在iCloud显像里面呢 啊其中有啊点进去iCloud这里 在iCloud这个菜单显像里面呢 它有个有个备份跟访问这个权限这里 把页面滑下来滑下来 你看这里 这里是不是有个Telegram跟WhatsApp啊 看到没有 就是默认的这个Telegram跟WhatsApp呢 它是启用了这个备份的功能 就是它把相关的一些设置或者你手动启用的这个备份的功能呢 自动把它备份到这个iCloud这个云单服务器上面去 然后这个iCloud的云单服务器呢很可能就是位于 刚才提到的这个云上柜州这个这个大数据中心嘛 所以你觉得有有有这个担心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Telegram跟这个WhatsApp 它这个自动备份的这个功能呢 或者这个自动访问的这个权限呢把它关掉 所以我们把这个关掉 这样子确保就是说这个iCloud对你这个Telegram跟WhatsApp呢 这个App呢是没有没有直接或者没有默认的这个访问权限的 这样子就大大的增强呢 你这个在iOS设备使用这个WhatsApp跟这个Telegram的这个安全性呢 这样子你就不用担心 iCloud会自动把你这个备份的数据呢 发到他们的数据中心上面去 但是有一点不好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下次重换了一部iPhone iPhone手机的话 你这些数据呢 有可能就是没有那么方便去直接从它iCloud上面去进行飞复的 可能你要手手动去备份一下这个聊天记录或者其他消息的 总之来说这个安全跟方便性呢就是双硬件吧 就是你你想安全的话可能这个用户体验上来说就没那么方便 没那么易用 如果你使用某些功能是非常方便非常易用的话可能安全性的方面呢可能就会降低一些 所以这个是我的看法 所以有朋友担心的话就可以直接把这个iOS设备里面的设置显像 iCloud里面把这个WhatsApp跟这个访问的前线或自动的备份的这个集圈把它关掉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大的增强这个安全性嘛 好大家在使用这个WhatsApp或者Token过程中就对对于这个苹果这个iCloud以及语文上柜就是这个关系呢 大家有什么这个更好的这个意见的话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来跟大家一起交流讨论 大家还可以扫描我屏幕上方的这个Token的这个二维码 加入到我这个群组里面来跟大家一起交流讨论 好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